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 WB Red 今次繼續劇情,上次講到... 救了這個衣貝出來的 就是可以轉換十幾種形態的衣貝 可惜最後拿到的衣貝就是一隻普通的衣貝 沒有轉換形態的一個功能 隨時檢查草蝶會不會有新的精靈 有什麼新的精靈? 會不會真的有新的精靈在這裡出現? 有啊,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一些原創的精靈,或者一些新型... 咦?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小光 好久沒見了 咦? 光光 光光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叫他光光? 叫我小光啊 我就是你和我大銀蛇一起訓練 你看他樣子多驚訝 不如讓我們進來一場友好的格鬥訓練 哦,兄弟你很強啊 但我感覺到你還沒發揮你的潛力 你的意思是... 你的精靈獨自戰鬥的時候很強大 但是他們一起戰鬥的時候沒有默契 好 讓我把我三拳石借給你 我三拳石學會同步 你肯定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想借多久就借多久了 嘩 把三拳石借給我 我不應該給他喜愛好 因為給其他人精靈喜愛好很不禮貌 多謝你啊,小光 不用客氣,我現在要回到館了 我得到了光光的三拳石 嘩 嘩,這個聲音這麼入去岩地的三拳石 嘩 嘩,加防減攻 喂,小光,你這... 這麼廢,怎麼同步 不行,我們重新拿 不行,我不接受這隻,神經病 會不會太差 我們這裡應該是可以擁有這個三拳石吧 加特防減攻 你不要跟我說,你那些三拳石全部都是減攻擊的 是不是全部都不能打到善良的精靈 嘩,又是加特防減攻呢 看來似是 沒理由幾隻都是減攻 有了,加攻減特防 嘩,可以的其實,不過最好減速 但是...不正不正好呢 嘩,再試一次 嘩,再試一次 希望他有些好的性格 加防減特攻,這個不錯 我們得到了這個剛剛比的三拳石 我們儘管看看這個三拳石出來的動畫的特效是怎樣 來了 對面出了隻老鼠,而我出的就是三拳石 嘩,這個三拳石很震撼 可以用什麼技 岩石爆破,攀岩自爆 岩石爆擊,嘗試一下 嘩,這拳石很厲害 這拳石是2-5下攻擊的岩石爆破 好,來到淺紅了,這裡是不是叫淺紅 這個精靈看來很不開心,帶上安撫之靈 隨著時間,安撫之靈會變得更加開心 我正在訓練阿伯怪,這樣就會進化成番茄 阿伯怪不可以進化成番茄 哈,這個準座,為什麼Rat會知道 周圍都是大食花 范瓷蛇這個精靈在當時來說應該是沒有的 因為范瓷蛇 是不是呢 不過可能其實是同一個地區 即是它的時間線都是同一個時間 只不過是不同地區 好 OK,我們先進去中心會 跟著就...看一下 先進入這裡看看 或者這裡有沒有人 你要參與野生原野區 好 大概就叫我去野生原野區 是不是真的可以捉東西 對,可以捉東西 啊,有東西要打,要打 用我的大力嘩試一下 順便撿一下這裡的精靈球 這裡有一個訪問 什麼訪問 麥克思維 大家好,這裡是新的原野區的直播 今天在這個職力的... 這個叫什麼巨子 請了一個特別的嘉賓 喬伊護士 多謝你給我來,李彼塔 好榮幸自極 這個地方有很多在關東地區 其他玩不到的奇怪的精靈 沒錯 其實我不知道誰是嘉賓 看這麼久 你的精靈很強作 並不意味著 他可以跟你其他精靈好好配合 每一隻精靈不同屬性的隊伍都可以發揮得更好 可以海星星用水枝石進化石補石海星 不想離開這個安全屋 被這個大石花當作獵物差點走不到 看來這裡應該會有劇情 訓練師可以在這裡休息 難道上面這裡有劇情? 但這裡又不像有東西 想捉吉利彈,但找不到 吉利彈在這裡原野區很難不找 很低機率撞到吉利彈 神經病 OK 西牛 這裡呢? 我要在這裡小便 水枝石 我在這裡有一個單獨的彈彈 他們脫離了他的群 通常當一隻被分開 他會利用自己的精神扭打再次聚集 可悲這個家伙沒有任何精神力量 你可不可以替我照顧到他? OK 他現在會照顧你 把彈彈交給我 他現在不會進化 嘩 嘩 203速度? 草加穩?第一次見這個精靈 哇這個超強的 神經病 203速度 現在最高速是他 他什麼性格? 性格不行 我們看看他會不會有其他性格的 有哦 加防研特攻 他應該是要加速的 我想是 如果加速的話他應該會極高速 他的干擾手超強的 OK 我們洗到他中這個加速為止 加速減其他東西都無所謂 減速就不行了 你看到他180 他也許不會進化了 這個很明顯是他的什麼? 我只想要他加速就是那個性格 個體值那些我不管 有了 220 減特攻 應該一般的 但也OK的 先看看 順便我們用那個叫做 手錶看看吧 有沒有人知道究竟是那個 這個個體值是怎麼看的? 我先上網查一查 不如我查一查再回來看看吧 好了回來了 我看了一看 那HP就是攻擊力 HP就是血量 接著ATK是攻擊 DE就是防禦力 但是下面那個我就分不了 因為SPD就應該是速度 SAT就是攻擊 但是S就 我不知道S和SPD 哪個是解速度 哪個是解特防 所以 有點麻煩 不過不要緊 我們 順利拿了一隻 加速度的 彈彈 加速度的彈彈 他身上的技能有 催眠 念力 還有生蛋 自然之力 其實挺厲害的 我自己覺得會挺厲害的 有機會會一直用下去 這些蟲 因為雙打的時候很有用 單打也是有用 不過就 嗯 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什麼 如果單打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他的實力 這裏做什麼 有幾個人報告 野生原野Q這個區域失蹤 這件說是大石花做的 有可能我的朋友 喬醫護士一次度假 遇到大石花 然後死了 這麼恐怖 WP是那些恐怖的 好像是 有些恐怖的一些情戰 或者是怎樣 這裏沒有東西可以走的 可不可以出去 我會慢慢走出去 難道我還未觸發到劇情 現在 不要緊 我們先出去 到處看看 說了一個阿帕怪 你作為我生日禮物 哦 真的是一隻阿帕怪 如果這個世界有精靈的話 那個小孩想要什麼精靈 媽媽才會喜歡 肯定是很有趣的 什麼比加超 肯定是最喜歡的 或者 應該不會是 因為比加超這些性格怪癖 好像 以這個小子的比加超為例 全部都是怪癖類 屎提夫 去了哪裡 有沒有看到隔壁的女士 她的名字叫蘇格 自從她的兒子去度假 一直在哭 等兒子回來 肯定是假的精靈 可能沒有那麼大殺傷力 那些就會 很喜歡羊 例如是什麼 卡比獸這些 卡比獸 可能地鼠 這些都OK 可能殺傷力沒有那麼高 因為卡比獸這些 只吃完東西就OK 哈哈 餵食給她 然後睡覺就OK 沒問題 我爸爸在 精靈戰爭期間是一名士兵 自從他回來之後 他就玩了創傷 後應激障礙 即是一個戰後為證 因為 現在 這裡就說一點點 關於類似這些病的症狀 是什麼呢 那就是 戰爭過後 他可能在戰爭中 見識過很多一些 士兵可能身亡 或者是自己的隊友戰死 而他自己就沒有死 那很多時候都會 發生一些 即是患上一些的後遺症 OK 什麼 米利 你是叫米利 要怪就怪自己太弱 好我們走這裡看看 你知道花子他是關東的冠軍 性感游蜜 什麼性感游蜜 喜歡李漁王 因為他有潛力 剛剛有潛力 OK 拿到這裡了 其實可以 換成巴掌 咦 這裡變了 這裡變了要精系嗎 用這個換成巴掌 竟然打不一樣 雙打 試一下這個彈彈的實力 他可以生彈 但是會 會扣彈彈自己的血 OK的 其實 好來啦 咦 不是雙打 還以為是雙打 火爆喉 好 出彈彈 然後催眠他 Oh no 沒有中 哎 他那個性格 他那個特性是不會睡覺 剛剛看到 OK 老鼠 搞定 其實我不知道走這條路對不對 咦 什麼啊 在超犯蜘蛛盒裡面 死了 什麼令人震驚的事 我以為是那些什麼劇情 怎麼知道原來不是 這裡呢 為什麼每個人有人看到我的時候 都會覺得我是壞人 那個樣子夠壞 兵器 不要說我只是走開了 會永遠掛著你 咦 這裡最綠美在這裡 這裡不是劇情 試一下 沒有劇情 這裡呢 有沒有聽過一美的六美故事 看來你對這個故事都很熟悉 我沒聽過 說來聽聽 當六美出生的時候 他只有一條尾巴 最終尾巴會分裂成六條不同的尾巴 而很久之前有一隻六美出生 他的尾巴從來沒有變成六條 當時薩滿認為六美是一個空嘯的象徵 然後六美被殺害 他放在神嵗裡被斜 一年之後殺害六美的人死於飛箭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這一個是一條尾巴的六美的鬼魂作祟 他要向殺害他的人復仇 後來由於害怕死亡 人就開始把活著的六美放在附近 讓一條尾巴的六美知道他們不是殺手 慢慢隨著時間的流勢 這個已經成為了一個傳統 人們這樣做是為了好運 不管是真還是假 每當晚上走近的時候都會感受到寒 這個啊 嘩 好寒 一走就有怪 OK 這個真的有特別 可能是一些支線劇情 六美真的出了 先捉住他 兵器 再兵 這裏有用 搞定 六美是不是在我身上 不是 這裏有做六美的 就是這裏有用 傳說中的是什麼 傳說中的是六美 好 打死你了 嘩 超級 這些不看了 應該沒什麼特別 這個 想和我在天堂渡過7分鐘 又是六美? 這裏有什麼特別 這麼多隻多多走來走去 大肥鳥 一發結了兵 PM17 這個呢 想知道地鼠下半步是什麼樣子 大肥博士都研究不到你 我就是做什麼事 有劇情 突然間有動畫特效 地鼠動月 地鼠動月? 去哪裡? 這裏我只知道去一個發電廠的位置 是不是黑暗的? 不是 敵結你 那個師生有麻煩 不用擔心我來幫你 謝謝 蛤? 怎麼會無端端這樣 謝謝你年輕人 你浪塞羅 我在找化石 但最後給了自己的麻煩 精靈化石 好像史前那些 這麼厲害 我可不可以幫你找呢? 導演呢 謝謝你 這個很掃面 好 即是說我們現在走的道路是對的 有劇情 在玩捉耳恩 嗯? 這打不可以嗎? 敵結你敵結你 敵結你是他喊的聲音還是什麼? 化石? 在哪裏? 在哪裏? 這裏很煩 不要拔怕水 先拔怕水 有兩支黃金噴霧 夠吧 夠我走 慢慢走 這裡? 有了 根狀化石 但是觸發不了劇情 爪的化石 哇 這麼多化石被我撿到 不是吧 根的化石和爪的化石 爪的是什麼化石? 是舊的嗎? 還是新的? 看看 植物的根部 我知道了 這個 爪是... 是不是寶石那兩隻? 再用 哇 這個黃金噴霧系統不錯 舊世代的黃金噴霧 是不會有這些貼心的設定 就是你噴完之後會不會再問你 是不知道去到很後期才有 就是VDS的時期才有更新到這個系統 在哪裏? 走到哪裏? 這裏 配合花石 是不是撿完之後 接著被人偷了? 我撿了很多個 沒理由撿了三個都不見他 肯定躲起來了 不知道誰想偷襲我 又阻礙我走? 難道真的被我撿走這麼簡單? 這裏又可以 這裏? 這裏是神秘虎牌的 好看你很奇怪的石頭 它是一個很古老的虎牌 但是裏面有個古道是爆雞蚊? 什麼? 無緣無故今天到此為我們離開這個洞穴 What? 爆雞蚊? 爆雞蚊你也知道你是什麼人 OK 是不是有加插一些新的劇情書? 這個我沒看過 爆雞蚊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支線還是主線呢? 作為 PM27 什麼? 經常抓住我的腳想怎樣? 這群地鼠 蛤? 這群地鼠想做什麼? 經常抓住我 是不是在這裏? 這裏想回去 OK OK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裏出來的 不要緊啦 我們試一下出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真的沒有特別的話 我要回去買一群怕水 地鼠洞太麻煩了 地鼠洞太麻煩了 一出來地鼠就會抓住我的腳不給走 有點麻煩 我找這個商店出來 噴霧不是說我只有小噴霧嗎? 就是噴霧了 買著10支先 買著20支先 應該夠用的 然後要買一些精靈扣 精靈扣已經不多了 30個應該夠了 然後就附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目前管主不在 你想要些什麼 但是你什麼都得不到 這裡呢? 沒有必要再去野生原野區 我只是在想這個野生原野區 你知不知道有個白癡 將大食花帶進來之前 曾經有龜的精靈住在裡面 大食花想將它們全部吃光 現在已經滅絕了 我經常都是餵龜的 我再拿這些沒有意思給你 咦? 古龜? 又有多個支線 話說之前有支線任務都還沒有做完 好像不知道買了什麼給那個 給其中一個人就會給那封情信給人 好 不過應該可以隨時做 因為可以傳送回去 爸爸我喜歡釣魚 我喜歡帶女兒出去游泳 但事實上我不喜歡游泳 我喜歡釣魚 嗯? 這裡有後院 我先看我的房子 這房子沒事的 裡面塞了好色的東西 這個雪櫃是不一樣的 我發現這房子裡面 好 那今集時間 特別編輯來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劇情 看看做支線任務 還是 還是看看主線任務在哪裡做 OK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未訂閱也訂閱 下集再見 請我 下集再見 這房子